前副總統呂秀蓮宣布參選 綠軍面臨分裂危機 民進黨主席卓榮泰急忙喬時間 趕在一天內當面找呂富好好談一談 期待獨派能夠踩煞車 選舉就是一場君子之爭 大家不同的政見不同的主張 然後讓人民來做最後的一個決定 團結抗中保台最重要的時刻 我們也呼籲李副總統要三思 避免分裂影響到總統的選舉 我將不參與 綠營系強藍營卻因為郭台銘的退出 定於一尊戰局一系逆轉 藍綠重新洗牌 在韓蔡呂三哈都的情況下 呂秀蓮代表獨派參選 希望拿下3到5%的勝率基本盤 而自稱末綠的柯文哲 帶領了民眾黨首度參戰 爭奪潛率票源 只要郭台銘保持中立 藍營出估在地方諸侯相助下 韓國瑜渴望贏蔡英文10到30萬票 郭董的不參選 讓選情有機會在藍營的部分單純化 在笑看藍營當時分裂的危機的同時 蔡英文從來沒有想過 去好好溝通內部的聲音 反而現在是綠營的後院著火了 匯別藍營內亂陰影 國民黨選戰主軸 將拉回檢視空心菜 回歸政策 立拼重返執政 接著人家會許立鵬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